念佛能迈苦 去跟师父诉苦 师父 我真是苦啊 你已经知道什么叫苦 为什么不把苦卖掉呢 把苦卖掉 那怎么卖呢 你只要专心念佛 就能够把苦卖掉了 老妇人听了师父的话 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可是想了一想 又愁眉苦怜起来 师父 我们家又穷又小 床和灶都在一间破屋子里 而且床下还养着猪 这怎么好念佛呢 没有关系的 在家里头尽管好好地念佛 有空的话 可以到寺院拜拜佛 我 老妇人听了以后 就很高兴地回了家 娘 你去哪儿啊 半天不见人饮 晚饭没人做 你知不知道 老妇人心中念着佛 走到灶口 生了火开始做饭 从这一天开始 她决定要把苦卖掉 三年之后 有一天 老妇人突然跟她的儿子说 儿啊 娘要到极乐世界去了 娘去的那天 你可得待在家里 为我料理料理 她的儿子 哪里肯相信老妇人的话 到了老妇人预定 往生的前几天 她的儿子忽然闻到 非常奇妙的香气 好香啊 这么好闻的香 是谁家在烧的 老妇人的儿子 找了又找 却找不到焚香的地方 这时候 她突然想起母亲说的话 也许 娘说的是真的 后来她的儿子果然在家守候 看见她的母亲洗过澡 换上干净的衣服 然后端身正坐 安详念佛而逝 恳切念佛的老妇人 不但把贫苦卖掉 同时还能预知实质 安然往生极乐净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